台股这么的强势也是因为护国神善太神了 今天又奇迹般的冲上了796元的天价 收在了784块打破记录 让全网的股民沸腾喊要到千元 连蓬勃都说现在如果你要弃手这个掌势太早了 那到底能不能买台积电呢 现在能不能买 专家说高点一定还没有到 那买点在哪里呢 带您看一看 在台积电旁边 所以看得到它一直蓬勃发展 小股民笑得和不拢嘴 护国神善真的太神 果然只有台积能超越台积 台积电8号又爆充上演一个人的武林 早盘股价奇迹般冲上796元天价 再度打破记录 中场上涨24元 收在784块 全网股民沸腾 甚至喊破千元 台积电我本来要买没有买到 因为想收账 他再第一下再来买 小股民最想知道台积电到底还能不能跟 因为连蓬勃都说 护国神善已经成为雅谷中最被买超的一档个股 在AI扮演关键角色 现在弃手这波涨势还未知过早 连分析师都喊没有最高的台积电 只有更高的台积电 因为摊开护国神善最新2月份成绩单 合并营收超过1816亿 创下历年单月同期新高 累计一到二月营收3974亿 已经靠近Q1的猜测目标 目前看起来三月份的营收 应该会beat一月份 因为一月份是2100多亿 所以这样看起来 他第一季的获利数值会非常不错 若是以法人这样估计来看 应该有机会挑战一个资本额 等于说10块钱左右的这部分的EPS 法人专家预期 接下来台积电营运表现望越来越亮眼 虽然短线股价有回档的机会 但长期高点还在远方 多文财产新闻 刘成章的真台北报道 最近台积电最近的股价这么狂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惠AI了 其实创办人张忠谋上月底才透露说 现在大客户他们要产能 已经不是几千几万片在要 是直接要一座晶圆厂 所以现在台积电活力全开在扩厂 而先进封装厂可能就要落脚 在嘉义这个地方 大片绿油油草地 嘉义科学园区的这片土地 也即将化作晶片奇迹 因为护国神山台积电第七座 先进封装厂前进落脚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相关土地环差程序等等的呢 都是已经大致敌定了 而身为台积电的大股东国发会 主委公民心呢 最新也正面表态说 现在就只等台积电对外点头 业界估算台积电这回在嘉义的 先进封装厂投资 不只金额上看三千亿 更可能朝向更先进的 3D封装制程迈进 就是因为现在AI需求狂烧 技术和产能当然都要再up up 而其实不只嘉义 台积电现在北中南 更火力全开大扩厂 算一算目前正在新建 4月陆续将展开 装精的新厂就多达10座 包括竹科宝山高雄南紫 加起来5座的2奈米厂 南科竹南中科等等 则是先进封装厂基地 供应链甚至透露 未来进入1奈米 可能也会需要再盖8到10座 那因为人工智慧这个产业 也才刚开始 所以我想他们会有这样的预期 是合理的 说这些新的应用 是不是实用 那如果是实用 那这些需求就会是很实在 那我想这个金额厂的建设 就会持续 AI大浪来袭 台积电手握最领先技术 加上产能陆续到位 大弹商机势在必行 东森 彩定新闻 张博祥 叶子晶 台北报导 而我们台积电海外布局 也是好消息连连的 不止美国补助将要到手了 雄本下个月开幕 德国厂也预期能在下半年 顺利来动工 而现在欧洲已经掀起的是 巨大的台积效应 因为既德国的官员来台之后 今天旁边的捷克他们的产业代表团 也组队来到台湾了 向台湾的供应链招手到当地设采 就是要打造一个欧洲版的科学园区 既德国日本官员来台后 捷克产业代表也搭上台积顺风车 向台湾企业招手 组团办投资说明会 半导体材料龙头崇岳 就说严你要跟着台积电去欧洲设跌 跟着台积电海外布局发展 那么我们台湾的供应链 能够进入到国际上 那我想台湾的供应链 是应该是非常有竞争力 捷克的优势在于 跟台积电德国厂刚好是邻居 地图来看 从首都布拉格过去不到两小时车程 加上捷克政府的税负优惠 粗估半导体投资成本 台湾花一元 等同日本要花两元 美国三元 捷克大约落在1.5到两元左右 捷克周边的F4 这个四个国家 加起来大概有3000万的人口 不会比台湾少 那么来能发展一个 台湾先进科学园区 我觉得都非常有机会 而且别忘了欧洲可是汽车强国 各地跟台积的合作肯定很密切 但前提关键还是 德国厂得如期完工 当地同业工会 萨克森矽谷代表就挂保证 当地企业很少有劳资争议 也预期新厂能顺利在下半年动工 2027年底量产 波兰 有一个它的定位就是 打算要做后段的封装 德国是前段的制造 其实捷克波兰跟斯洛伐克 我个人相信 都会去参与 整个未来德国 在半导体制造的一个回流 台积效应也外溢到其他产业 中华电信同步要去德国成立子公司 凑齐欧洲版图 只能说台积身为护国神山 果然威力无敌 去哪里设厂 前朝就在那里 东三层的新闻 洪佩玉许谦台北报导 台积电要到熊本去设厂 现在却传出说 还没开始生产 当地的百货公司 等不及出现了台湾专区 在这边有卖台湾泡面酱油 要让工程师可以怀念家乡味 可是在台湾台积电的工程师 最近有说他第一天去倒职报导 但是吓坏了 因为他发现这办离职的 比报导的还要多 到户国神山台积电上班 是不少科技人才梦寐以求的心愿 但有网友分享 表弟卢苑从日月光 跳槽到台积电上班 没想到上班第一天 竟发现办离职手续的人 比报导的人还要多 让他惊呆了 感觉会去科技的人都很厉害 他们就很常抱怨 就工作很累之类的 网络上也一片讨论 恐怕是刚令完分红的离职潮吧 也有人说没事 房子买下去 心态就会变 毕竟台积电还是有很多 优于业界的福利 而在日本熊本厂 还没生产 就待望周边 甚至当地百货公司 为了台湾来的工程师 设立台湾食品专区 有卖泡面 淋嘴 还有台湾酱油等等 要让他们吃到家乡味 不过同样都是科技业 中秋礼金也很吓人 中秋节过去看看薪资账户 你的三节奖金领多少 有网友分享 大学毕业工作 刚满一年第一次领的 中秋节领金 就有48K 是比个上班族的月薪 还要来得高 不过更夸张的 还有它 刚出社会一年的科技业同行 里金就拿了11万7千多 没错 六位数字就是11万起跳 让他开始期待 接下来年中会有多少 传统产业应该没这么高 好像就是那种什么科技 航运 或者是房仲之类的吧 印象中科技业的福利 好像比较好吧 虽然科技业压力大 但量出薪资单 还是让人望尘莫及 不过接下来有机会 桃园真才活动 日月光招募IT系统分析师 最高薪资可达10万元 安博缺球航太 锦缩科技等135家厂商 释出4700个职缺 毕竟想要留住人才 提升企业竞争力 实质的薪资也要有感才行 东西新闻 彭德宇 负一文台北报导 一向追着台积电跑 甚至自称技术领先全球的 南韩三星 这一回竟然破天荒 首度承认 他们的晶圆代工技术 输给台湾的台积电了 包含三奈米和四奈米技术 至少是落后一年以上 不过三星当然还是不死心的 又喊出了 每年必喊的口号就是 五年内要弯到超车台积电 决战点就是二奈米 三星电子掌门人 李在荣的美国固装之旅 积极抢订单中 只是没想到现在 自家人竟然先破天荒 承认了三星真的输给台积电 三星设备解决方案 部门主管在南韩科学技术院的一场演讲上坦承 三星现在的晶圆代工技术不如台积电 四奈米落后两年 三奈米落后一年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世代的二奈米制程 自夸比台积电早一代跨入GAA架构有优势 同时再度放大化 五年内先进制程要弯道超车台积电 这套赶上来我觉得还差一段距离 目前为止三星还没有真的成绩拿出来 说可以做有高两率的产品 我觉得GAA是很难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不过还是做出来才算了 现在怎么喊我觉得没有意义 三星五年超车口号年年一喊 台积电神山地位依旧没被撼动分毫 就连美国国家情报首长都说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导致台积电停产 全球经济一年损失将高达30兆元 台积电来讲当时利多一个消息 台积电还有其他客户像Quarka 像AMP都很差 所以总的来讲的话 台积电我觉得有一半的营收 还是跟PC手机有关系 存货调整至少下半年 到明年才会调整完毕 这一两季其实还是挑战性蛮大的 虽然半导体短情逆风 专家看台积电也面临挑战 不过5号股价还是奋力 占回了500元大关 连带台股一度攻上季线 展现神山力稳均心 东森曾经新闻 科黄明叶子晶台北报导